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今初又到学了 奥运科学没能了解 太太没了 所以你看我师父 快七十了 这叫雨时俱进 宝刀不老 我们重温书馆的三部书非常有趣 三国是大家最熟悉的 雍正见家族呢 或许有的人听过 有的人没听过 要说最乌朔迷离的 就是最后这叫聊斋 不是说诸位没看过聊斋 没听过聊斋 是因为我们这位说书先生 把这部聊斋演义说得太出过迷离了 重温书馆开馆以来 就是王月波说丫头 今天获取这丫头 有个大结局了 而且呢 要开一个新的故事 到底开什么新的故事呢 我也不知道 聊斋聊斋 您还得听王月波给您聊 成如我们这个师兄所说 丫头说到最后这一点 请要关头 那上个礼拜呢 其实能得说完了 再开这个新书 就是留一点 这个跟说常书不一样 晚书啊 最后这都不能说完了 这还是说聊斋 小猫吃鱼有头有尾 您要说拔的过 广有头没有尾 你不能问 就跟我录这个张网派似的 那张网派后来怎么能 没有 我还不能说怎么能 就学到这就完了 那后呢 你要是想说呢 就得度断 可有时候编的好呢 人家爱听 编的不好 人家不见得爱听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不改啊 不断心的东西 就我们小时候学成什么样 就可能说成什么样 但是这个王子是去救他母亲丫头 你说丫头 她是一个狐仙 她这么大的法力 她儿子不是狐仙 是个人 她需要她去救 王子平生 最得意的能力 就是石狐辩狐 秦狐杀狐 厉害 一口当刀到北京 就把大大小小的狐狸 真正是刀刀斩尽 认认读决 连着这大姨 姨子 也咋了 三尾狐 到方做抢了 出一刀 红色 不算了 还得找老狐狐 就是丫头的母亲 虽然是个老狐狸 但是丫头 对着母亲跟人一样 母女天性 她这个姓里边 上回我给您说了 特意嘱咐王门 你要跟咱们儿子说 母子虽然要是骨肉 但主母子伤财是所怨儿 我 就这一个愿望 她救我是必然的 不能把我母亲给伤害 母子 连她我姐姐 连她的大姨 姨子都不能伤害 王子杀狗眼了 她还管那几多 你就把大姨给咋了 一羊也咋呀 俩羊也放 找吧 屋里屋外的院 前的院后都一松 她这老狐狸 她这姥姥 猛然间正躺 一抬头 一盘眼皮 看着 老狐狸在这儿躺着 你要一半人看不见 就躲过去了 姥姥 妈妈的姥姥 姥姥的姥姥 姥姥indo 姥姥的姥姥 喝m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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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o 哈哈,你小的,你还能躲得过去啊,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干嘛来了,就为宰你来的。老狐狸真害怕。 浑身颤抖,体似筛康,再颤王子,单刀魂枪,走受胡玄天在一身手,二拇指扎出一只三能透甲锥,伸手从肩膀摘一股,前一手如脱泰山,后手如抱婴孩,公开如满月,剑走次流星,嘎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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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这张公,把他给拉圆了。犀牛望月市,拉了个卷,抬走看房锁,老狐狸献员行玩了命,就看老狐狸趴在这房锁上,腰一股,肚子一收,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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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团黄瓜,把内丹吐出来。 老狐狸献员,老狐狸张嘴的内丹啪一下,等王子打起来了,王子一看,说这是要玩命。 老狐狸献员,这首还断着弓的剑,这首望空一招,把这房丹,内丹就招在手里,往自己嘴里边,和密歌。 一剑,整唱王梁,王左唱,老狐狸,这儿进,这儿出,怪叫一声,尸身坠落,王子恨呆,二次拔刀过去,拿这个刀,在这个狐狸的死尸, 他老狐狐狗的狐狐狗,您有认识皮毛叶的您打电了啊。一个狐狸就出这么一块,皮子叫狐狐,有狐狸、兔、狐�oc,懂皮毛的,您随着,您打电。 因为学徒王爷说家里面是干内的 所以我知道一下 我主妇是干不及做法 这地方插进去 拿小刀拉一个半圆 拉开口 二指探进去 要摸摸狐狸皮 收他好 把整张的狐狸皮就包成 跟那大爷那尾巴记尾巴 往腰里怎么一盘 一地 代表一层罩上 别人不知道他母亲在哪 他知道 有的泥面墙 你要打这一过 因为就是一堵墙 那是空的 到三天拿手一滴 这墙啪啪啪 时事坍塌 丫头在里面坐了 那个王孙没见过丫头 丫头也没见过王孙 但是丫头知道 这是他的儿子 第一 母子天性 第二 他是狐仙 他能转出来 第三 王孙长得跟王文一样 跟他爸爸姨母样 姨母子里收出来 丫头看见他 也看不出是高兴 也看不出是难过 就这么看着王孙 王孙可不成了 王孙这人干嘛来呢 救妈来呢 急了 现在给狐狸都宰了 一看时事里面 见着妈了 王孙有点 说句话 叫了一声妈 一张嘴 丫头痛得一招手 老狐狸的内丹在嘴里 他不是狐狸 咽不下去 但是人在嘴里 含着 丫头都一招手 一团咆咆 这王孙嘴里吐出来 飘过悠悠的 过来 再看丫头望冲一招手 把这内丹接住了 往自己嘴里边 这么一送 往下走一麻烦 一闭眼 又坐在这 干嘛运功 得把这内丹削 这内丹不是他 是能武器的 王子一看 妈这运功 也不敢说什么 拉着刀就在石窟的跟上站 他救人这地方 是什么地方 青楼 那好些人呢 一看这位直不瞪眼 进来拔刀就坐 一伙 十个二来个全坐 坐完现员行 坐到狐狸 真有胆大的没走 接着邻居越居越多 探头探脑子 虚头虚脑子 我跟那儿 王子不广大 头不立眼 钻刀直动盘 我得跟谁 大概是对的 这位还祖国 一会儿工坏 丫头把眼睁开 提鼻子这么一闻 坏了 两张狐狸皮在腰里围着 丫头能闻得出来吗 就看王子生身 五丫头眼圈 怎么一红 这眼泪往外要倒 可是生给挣回去了 没留下来 为什么孩子天理 早早是救自己来 怎么能这会儿殉教他 拿走一纸 王子 好冤家 说完这句话 一阵清风吹过 再看丫头的踪迹不见 顿走了 王子这孩子浑了 但那也有脑子 我妈怎么了 是 你是我妈我是女儿子 大老远来了 独子相见得闹点玩 可说完话呢 你也不用谢谢我 怎么就我闹了三个好冤家 早就叫了 太便宜了这个 王子有点不高兴 行我妈怎么这样 但是哪去了 一定回家找我爸去 我也走 单刀一杯往外走 地方咱们好 身手给拦住了 小爷 小霞 幽度 这 您 给识到识到这 这怎么意思 什么怎么意思 什么怎么意思 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 怎么都变成独立 什么叫 变成独立 他们就是独立 幻化人形 民火你们 赚你们的钱 吃你们的肉 害人 明白了吗 哦 那您是活神 也活福子 与世出害出妖 您杀这些独立 我们这怎么 天师格 怎么往上放了 那就是你的事 故城这北方 这北京这地方 您要知道 三古一炸了 五古一锥子 这是帝王之家 那我小地方 我耽误起 这么些人命 你一样耽误起 大家耽误 这么些人 有目共睹 全是你的干政 要务政 有务政 要人政 与人政 没有我什么相干 他又要脑 少爷王子上房了 还有能呗 说了声 少赔了 一个根头 刚过房梁 再找王子 也东西不见了 天呐 地方怎么处理 地方怎么处理这些个狐狮 怎么往上面一层一层 棒 咱就不必其说了 但说山东 青州的 王门 原位爷自从儿子王子一走 把赵公楼安顿好 心里边是忧心忡忡 儿子此一去 能不能 把他的母亲自己的爱人丫头 迎救而回 能不能够听我 嘱咐他的这些话 听他母亲信上那个言词 放过他的外祖物和他的大姨母 他思想斗争很剧烈 也顺不着笑 愣不愣不乐在公房里 拿着这本书的料子 把那本拿起来 写几个字也不像 怎么呆着都不合适 突然间眼前 蒸花摇摆 在你才投入 真得说 此时无声 胜有声 面前站定 飞着旁人 高野叛 穆耶喜亚 丫头进屋了 孝盈盈 站在自己的爱人王门面前 君 切 我回来 哎呀 王门 郑柯柯半场无言 说想了十八年了 他有多个话要说 他最起码地把咱们前六岁的话给你 我这会儿一句都想起来 满了 这脑子有点不跟探 这是丫头回来 一伸手就踩着的刀子 拿起来 掐自己一把针疼 我不去做梦了 丫头 君 你回来了 切身回来了 我的父王爱 我的亲 站起来绕我桌子 躺一把 就把丫头抱到怀里 来了 打台里 家里有的是人 常常一呼阶下作动 又 去上追访 拿起盘绳子 干嘛 给我们俩捆起来 捆得越接着越好 我再不能跟他增弹 走502的胶口 给我们俩抹上 丫头已经跑 我爷们儿去迷津了 打个扇 我回来就得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王门委屈啊 说的就要不哭 别哭别哭 您还不如我们娘旁 不如我们父当人家 是您的九百多岁了 您听多少事 我听多少事 我满算跟您在一块 我才四十多岁 任人说二十多岁 十八年过去了 我跟您一几小孩我不懂 这么多年 别忙 等王叔回来再说 您不是跟王叔一块回来的 好 我先回来 这孩子不听话 走吧 他到底怎么救着你 他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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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伯就跟亲眼看见一遍 啪啪啪啪 这经过一说 最才能的 他将我生生之母 活活包下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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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让你狼野狗等给爸了,等回来咱们再说:"哦,师父,这个孩子,王文西了,还愿望自主。 这样,我还紧着祖父,你妈心上就这么一个愿望,不让你伤害,不让你伤害,怎么孩子给胆了就完了,就别崩皮了。 我拔你皮了,拔你皮也不要紧,咱还戴身呢,这干嘛,咱家村这么些,前胡子皮的大衣有的事。 那您等着,我先想想神,我这些日子也是,一时败时的恢复不好,你呢,跟守姐也不要生张,某个丁子家里说的,你大奶奶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事得慢慢做。 哦,东楼兄回来,回来,怎么,你们哥俩还见一遍,好,我跟东楼兄有几句话要说,是是是,是是是。 把赵东楼给找来,跟丫头见面,自有一番感慨不提,有庆怨的里面,咕哼一声,回来了。 这位有门不走,翘翘,爹啊,我妈,回来了吗? 哎,回来了,别嚷嚷,进来了,是,还挺大,把门踹,多多多拿手推子,马上拿脚,这门要是没销着一脚躺开。 要销着,当得一下,就得把门牵过赛折了,迈住进来了,一看这一身荣光,啊,拉着弓,带着剑,背着高,腰里鼓鼓囊囊,跑狐狸鼻,甭喝丫头,这血腥之气扑鼻,连忙闻闻的,都有点儿痛脑子。 哎呀,怎么去?你,你怎么去的?我跑去跑回的?很快的,抱着头啊,把你母亲救了,那我都没,不知道。 我母亲那么一晃,然后说我好冤家,就没了。 这什么味儿这是?你这腰里鼓鼓囊囊什么呢?哼,倒叫,哎呀,好笨,啊,一伸手,两脑狐狸,往地上弄一针。 你看,这叫我姥姥,这叫沙尾巴,这叫我的鱼儿。 我见到时候都不这形象,她都好着呢,你怎么不听爹娘的话,什么事我不听您和我妈的话, 那么信上写着我的祖父,您都忘了,我没忘了。 没忘,怎么还给宰了,宰了也就完了,草草掩埋也是她,怎么还把那皮放下来,带过那个妈。 我恨她不顾,我得把这两张皮呀,给挂起来,天天拿鞭地抽一百项,方消败儿心头之恨。 这句话你说,王文,这孩子怎么那么大的恨?要是恨应该你的母亲恨,要是恨应该我来恨。 你怎么这么恨呢?我这被恨打哪来的?你恨就不敢。 这个来了,不,我得留着咋。王文往下一掉脸,跟这孩子没挣过眼。 他也对着管不了这孩子。你不尊负命就是不下了。 王呢?王子彩也没看着看看,这两张虎皮留着也没什么用。你既把cando摆了一死就要了之。 拿到城外去,撕拉一个根好好的没答。不要让野狗把你的皮毛给伤害了。 你要知道 你母亲见不了这个 人一群分物以类聚 猝死还不悲 和放屠河 你不要忘了 你的母亲 也是他们的母亲 这是他的亲生之母啊 哦哦哦是 也有您这么一说 好吧 下腰把这两张狐狸 捡起来往肩膀上一搭 卖出有粗土 地上滴滴答答 全是雪地 往往找人拿清水 刷起地上的这些个物不及 单说王子 一人造成啊 他也不用别人 哒哒哒哒就跑了个大坑 把两刀胡湿胡皮 就扔在坑内 这男生 拿脚坐得挺严实 哎 这旁边里有瓦菜 有石头粉啊 他在这还坐着个热标 做个标记 咱们过些日子 不用野狗跑 我来跑 我还得拿它出 咬牙见舌 回来跑 到家了 行了 买完了 买完就好 我请你的母亲出来 你要登堂拜祢 是 跟丫鬟胡胡说 请大奶奶 夫人丫头 到清堂座 丫头 赚平凤 来到了 正清堂 赵哥哥也醒来 真的说 人配衣装 马配安 反正在那个石牢里边 带的那形象太扯了 王思看的那个形象 您算丫头自己那信里写的 编创猎孤 激活 艰辛 艺艺成婚 如历年岁 这句话是 各位 您想那八个字 艺艺成婚 就是一天 一晚上 早晨到晚上 就渡郭 这一天 如历年岁 就能过一年两 叫渡日如年 他还是无先 他还会变戏法 你谁自己跟人家变戏法 不然他粉自己高教 自己说话也解闷 看看公演好的不讨 还不管早 激活坚军 还天天打 在那里面受着这种摧残 非常残忍 受着虐战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一家团聚 自己的欣赏人 自己的丈夫 破定重圆 自己的爱子 在心前成婚 那个心情不一样 看着精神面貌就好 人变无样 相由心生 您在心里要高兴 要痛快 带着竹篮 出来进去嘴里边 拉估计 脚底也拍着完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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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没事 一天到晚 一脑闻的官司 出来进去老发疯 唱个歌 是手里头 捧着我 家里有事 您知道吧 夫妻二人就坐 赵国宗 客位 上手和民宿 王子是三位 九后 十八年 未见过的生生五 我的天轮在上 夫小南 王子与父母 高堂 吃予全力 光蹦蹦 磕想头发 夫妻二人 双双落泪 少宗某也很激动 还等你起来吧 把王子掺起来 王子看了那一眼 娘啊 您不怪我吧 这话 王文一听 我的媒体 他先听 王文不敢打扯 看着丫头 丫头抬眼皮 看了看王子 没说话 摇了摇脑袋 打了个嗨子 一闭眼 不理他 您倒跟我说话 又摇了摇头 王文一看 这是有话 不能说 王子摆了摆手 那意思 你先出去吧 王子一看 他母亲两次 三三对 他那个冷戴的太子 不由得 拨然大怒 王子 哪儿了 用手一指 声声鼓丫头 张腿想要 说什么 想了想 她是我妈呀 我能说什么 把这话又叫我回去了 四分很棒的丫头 赵东楼一言在 平常当东西坐脚 哎呦 阳长而去 走了 和王文下坏 要让这孩子恨上他妈 这可不成啊 哎 我 丫头 他这 摆了摆手 看了赵东楼一言的意思 这话张东楼大哥不能说 赵东楼是什么人物 那是老商人都不明白这个 天儿就早了 咱们都各自歇着 我歇着回路 人家走了 这屋里就剩夫妻二人了 他这怎么意思 他恨他的姥姥 恨他的大业就罢了 怎么我看 人家也有点恨 对 这孩子天生有点恨我们 这一物童 混乎里 这还不可怕 最主要的 他身上有一根谬金 什么 有一根谬金就是板金 这人呐 都有一根大金 王子两根 正的一根 反的一根 跟八花一样抿的 一直到自己的 后脑勺 这人的 三排骨下边 这根本金 煎的那根反骨 三国临听 有个胃烟 是这样 脑后有反骨 这两人老缓 戴耳都照不长 上网一灯 辞职就不上 拿在这儿 有反骨的 他还拉铃 没有反骨的一块 您说 王文达等着了 孩子还有一个谬金 那这怎么办呢 必须把这孩子 这身上的谬金 给他挑了 他 让你挑吧 他能让他 那你得想个班 把他想住 我呀 我妈那么大道 还没想不住他 都让他弄死了 我姐姐那么厉害 都完了 我也不灵 你这个法座 我厌过厉害吃 对别人想 对咱们的儿子 王子没用 王子这是 专门杀狐 他有这个奇特的功能 奇特的手段 我降不住 你都降不住的 世界之大 咱们找谁能降到的 你 我 王文一听说成了 我 我那方知道 咱们做小半半了 我什么都不会 这我怎么当 我问你一句话 又来了 又问我那 你有胆量头 咱年轻的时候 咱俩宝贝像 就问我这句 现在还问我这句 对 父母可有胆量头 这回我有 为救咱们儿子 你说怎么着呢 必须你把这孩子灌醉 这孩子不胜酒 你灌醉之后 你亲自把他 给捆起来 捆得越尽越好 在什么地方下手 什么地方动刀 你来吧 因为我跟他五行相克 进不了此子之声 得你亲自动手 这行吗 试试吧 如果能够成功 这个孩子还有一救 如果不能成功 再过三年二载 我一旦想不住他 他这根谬金越长越粗 越长越粗 不担恨我 恐怕咱们一家老小 都有性命之忧啊 好 咱们早做安排 夫妻两个人 失业了 就定下了一地 安排拿捕捞工具 准备新沟 调鱼 到第二天 要给自己的媳妇 接风洗尘 通知府上下 大台宴宴 小少爷王子 上手的迷宿 独拔一多 畅饮开环 赵宗楼也敬 是王文也敬 手姐的管家 主妇也被敬 就喝了一顿零顶大盆 这孩子帮十八号酒摊杯 敬喝酒不吃菜 一会儿这酒精往上一撞 哎 爹 我等今天这酒喝着 哎 我 大 脑袋挺多的 碎了 倒 房门一声令下 手脸进来 就在屋子里头 搭一条本头 就把王子 平着 脸儿冲下 背冲上 让他啪的这本碰子 拿绳滚 丫头摆了摆手 拿绳可等不住 一会儿酒醒了 一般的绳子 它一挣来 可就开 那拿什么捆呢 我跟你们元老爷 昨天晚上连夜 做了这么一条绳子 把牛筋 鹿筋 拿锤子砸 砸软了 跟麻子 还有人头发 拧的一块 拧了这么一根绳子 人头发最结实 您看一根头发 一振就有蛇 一振就有头发 你看它振的蛇 这东西还有韧性 硬中软 软中硬 拧了这么一条 牛筋 麻子 跟人头发 拧成的绳子 从腿肚子那儿 开始绕 一绕 两绕 三绕 四绕 一直绕 腰上 心口 这整个把这人 就给铺在这板坑上 两头 一边来五个人 这五个人 蹲在这 拽着这板坑 投了这两条坑 这五个人 拽着板坑 后边这两条坑 板坑中间 横里面一根长竿子 一边再拴上几块 大石头 压住这板坑 怕它立即大了 抱起伤人 二三十个人 做好准备 还得预备 长竿子 投了套马子 绳子探 在远处盯着 一旦要针 弄不住 我的这把马子 丫头远远的 可就躲开 地得 王文 一把刀 不安 照我说的 下头 不可心软 需要 放开 胆量 胆量 我是有的 我现在 我有胆量 这是七九一斤 我这腿 可能耐不开 鸭头 一把坏 这有酒 您喝口酒 撞到吧 一扬脖 这口白酒干了 王文那酒 往旁边的 逆闪 王文一看 你不想 碰我 别碰 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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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过去 坐在这凳粉 这凳子 好一圈就没起来 这孩子在这板烫着 噗噗噗噗噗噗 紧着掌 感觉他没有在手里 这些 板子 他弄个不大了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造反了 少女我可 不是吃素的 你们要跟我够着玩 搞解 要不然真的一会儿 我把这条绳子弄折了 我把这刀弄死 挨个儿都 他想说挨个儿掐死 一回头 你看 自己的生生之物 天伦颜尊 拿着刀 鸣筐 往亮堂堂 在那身后的举着刀 要刺着 哥哥的下巴 爹 你要再什么 再往远处 一看 我这屏风 是自己的母亲 丫头 哦 甭问的 她们夫妻二人 要害我 安西亚丫头啊 你不是我亲妈呀 我千里条条 把你救回来 你怎么穿着我 爸爸 害我呀 爹呀 你可不能上 他的仗 他这活力 王文西的话 我用你告诉我 还不让你妈的狐狸 别怪别我心狠啊 你身上有谬筋 我这你妈说的 就是得把这谬筋挑出来 你说你不许磨好 你要酒 我给你酒吃 要肉 给你肉吃 你烧完物到 爸 我下手快点 把这根筋 给你挑出来 你可就好了 这孩子一听到 倒到这筋 更不干 这脸站得通筋 浑身使劲 眼看板碰上 这根牛筋 看吧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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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摁着 二多人一个圆了 别贵了 您赶紧的 这个马上就折 我们的都 就不如我这个 您您您您快点 黄文法医 你能把牙一咬咳咳咳 你忍耐心 这一手顺着腿肚子往下一缕 就在怀的骨子捧一张 一条青筋就在皮肤底下 人就能看着 这根青筋可能露出来了 就拿这刀 从怀祖鼓旁边这 这一下 小王子是惨要力胜啊 那玩能够疼吗 愣小心吗 这人清醒 不是昨天在过手 就打麻药 给您拿罪过 鲜血淋淋 刀子一花 啪啦皮肉分开 拿这牛尔尖刀的刀 一剥这筋的这层 噗一下 弄出这么一寸多了 俩手指都把这一寸多的 这筋的头往手指上 一让 这手一压他的腿 自用它噗下去 火生生抽下了 反金一刀 再看王子 面如火指气弱 牛丝已经昏死过去 可把王子给疼坏了 刀也刷了手了 这条反金也掉到地上 回头再看丫头 也是以泪洗面 拿袖子挡着脸都不敢看 你看丫头这么大能耐 不能进王子之身 搭走搭走 牛筋的绳子撤去 大家伙连板碰一块搭 搭走王子自己的屋 早就预备好了 带死要包张 再看王子 坐地上 脸儿煞白 叭叭叭叭 往下出冷汗 网络两视为人 我可是怎么样呢 就听丫头说 不爱 而已不妨碍了 哦 但愿你说得对 好容易 把王门掺起来 这不是丫头 这不是赵兵楼 刚坐好 听外面 登登登登 把门口就给吹 大家伙抬头一看 正是小阎王哥 哎呦 没管路 坏了 磕磕磕磕磕 被吓坏 再看王子 登登登登 跑到进去 一遍头就 喷喷 就跪在了 刘平底 爹 娘 窝蜀 东楼大 而我不雅 两视为人 以前其实所作 所为绝非人类 今反进你去 而我 自省 前半代的 我做的这些个事情 都不是人事 今后还望 母亲 母亲 国父大人 多多的训教 邦邦邦 磕磕磕 再一抬头 小王门 王门当初 十八岁 什么样 这孩子什么样 轻轻秀秀的一张脸 但是从此 王子 再也不能 石壶变壶 秦乎杀壶 这个能力 从他身上 可就慢慢退去 这个事情 只有王门 丫头 王子 赵东楼 四个人知道 手底 大部分的家人 都不知道 只有一个 书童啊 当年的 王门的书童 小生子 现在的二元位 王生 知道这个故事 这些个 所有的人 王门啊 赵东楼啊 王姿啊 王生啊 有活的一百多 有活的九十多 这才 寿中正寝 叫 无疾而终 这就是聊斋字幕 一段丫头 咱们 说了六回半 原本是两千五百个字 当然说了六讲半 大概有这么将近十万年吧 给你们讲完了 哎 讲完了这段丫头 那么从今天开始 给您换另外一段 聊斋字幕 是我最喜欢 聊斋当中的一张故事 也是葡萄明天上 写得非常好的 以前说聊斋的 评众 前辈们 都要上演着 这么一段 聊斋里头的 明天 马戒斧 压走有两千五百个 马戒斧原文 大概六千多 看好 我的意思 您明白了吗 压走是 说聊斋的 开书基本都说得 头一段 聊斋的头一段 是考诚谎 但说评书的说聊斋 都要拿着丫头开热闹 丫头有意义 荣誉抓住人 而且说是一个好狐狸 这是 福松陵比家 四百多篇聊斋 哎 多少狐狸的形象当中 丫头是最好的地方 我不大会给您说了吗 哎 这个福松陵说 既近狐也 就是 是妓女 都是狐狸 但是狐狸跟狐狸不一样 妓女跟妓女不一样 唐王魏征 就是大成像魏征 这是历史上 却有其人 更饶妩媚 人都给魏征提意见 唐王不错 李世民说 这是我的境界 哎 他的既言语行 反射到我这儿 可能看到我自己 不对的地方 吕上圣言 说连言语 太顶撞您 过于书慢 哎 平常见民族 大模大样 不理不采 说话慢调不理 更饶妩媚 我觉得这是 他这种风格 我爱他 那么 楚宗灵诺说 说唐王魏征 更饶妩媚 五十丫头 亦如此 我认为丫头 在这些狐狸当中 就是唐王 他魏征一样 这么好看 所以 一般都先说丫头 马戒虎 我不可不说 各位不可不听 为什么呢 这种故事 尤其男同志 一定要听 因为有个四句诗 说龙秋 居士 亦可怜 龙秋 居士 亦可怜 谈空 说有 不也眠 忽闻 河东 狮子吼 主张 落手 心茫然 这诗句 不是我说的 是苏东坡写的 宋朝 大文学家 苏氏苏东坡写的 这句诗 他讥笑 他一个朋友 他这首诗 落下 一句成语 叫做 河东 诗吼 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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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朋友 就是 陈济 陈济 叫陈道 陈道 陈济 号叫 方山谷 别号 就是 龙秋先生 因为这信佛 又叫龙秋居士 那么 头一句 苏氏就说 龙秋居士 可怜 我的朋友太可怜了 谭坤说 有福业 他说 他的业生活 很丰富 悲牛 历史上 陈济 这本 洗谈服 泡椒 冰棚 史书上 记载 陈济 他 洗 絮 生 绪 絮 就是养的 生 绪 生 马 全色 歌舞之地 就是 这个人很风流 那么 他老跟朋友说 上我们家玩 原文也写了 历史上 说陈济 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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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们家 天天晚上 家庭的party 哎 我那儿有几个 如花似玉 貌美之人 吹拉 弹唱 哎 这个 什么叫 歌舞啊 琴瑟 呀 诗 诗 诗啊 哎 这个 画鸟鱼虫 生花雪月 说学逗唱 陈小 哈哈 哎 你想听什么歌 我们家都有 哈哈 哈哈 当时说 好啊 但是苏东坡 讥笑了 说藏空说有 哎 叶宫棉 忽闻河东 诗子吼 他 妻子姓柳 柳氏 河东是柳 姓俊 俊 浪 就是姓柳的一大户 那么河东 就是指 他习惯柳氏的家疆 忽闻河东 诗子后 忽安听见 柳氏的谜教父 陈记堂 主杖落手 心茫然 拿着那手杖 夹地下 就叫地 啊 当时就没卖了 后来就唠了 这么两句话 叫河东诗吼 寄常之巨 他媳妇那一叫唠 那一养他 他就害他到这样的地步 老的名字 有的名字出戏就变阳净 大家找评论可以看看 还有一个电影 叫做狮吼记 港台那边拍的 是取材于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呢 这个片子 我不知道现在哪还能买到 因为那个主角呢 跟惯西呀 发生一点这个问题 现在这片子也不怎么播了 我还挺爱看那主角 知道吧 后来也不能够关心 出这么一个照片 这么一事 我生气 上来看一会 骂一会 看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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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当 我骂了四十多回 哎呀 什么人呢 他能是上去 他就取材于这么一个活动 说好这么一个扁 但是拍的那种 好像 哎不完全 就是这个陈继常 跟他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两个里头 还是真有爱笑 哎 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那么为什么要说 这么四句呢 就是咱们这段故事 马戒谷 说的就是一个 像陈继常这样的 巨内之人 他的故事 为什么您都要听 就是由巨内 到不怕 到又怕 又不怕 再怕 而再不怕 他急度地对着这媳妇害怕 到最后他不怕 他不怕就要变本加厉 说咱们那时候的话 就脚往过道 他不怕 哎 结果后来又怕 在座的男同志们 如果您有时间 您一定要来救 太多的女同志们 更要来救 您听的是什么 把这个 对付男人的这个手段 他本来怕 不怕 还想说带他 这么一句 马戒谷开篇头一句 说杨万诞 大名鼓诸生 生平有寄常之句 为什么我刚才 要给您简单点呢 寄常之句 怎么回事呢 就是头一句 杨万诞 大家注意这句啊 石头的石 这名大 说粮食 一蛋两蛋 就是这蛋 哎 一万两万的万 他弟弟的叫杨万诸 也是 说粮食的这么一个量子 万诞万诞的 就是农村人 行动家里的这孩子 起这名字 家里的粮食有富裕 人家有一粒 哎 杨万诞大名鼓诸生 也是大名鼓的 这么一个秀 平生有一张追剧 就说这个人 最大的特点 就是怕媳妇 怕到什么份上 其性隐士 这个杨的哪个性隐 杨隐士 动则则鞭挂 动则这两个字 您要就明白了 这是来不来的 有一点不痛才 就揍爷们一顿 古宗灵先生 写这个文章 为什么我推荐 您一想看原文 您听我说 您回来翻译原文 其实我今天说这点 丫头后边这点 也就写出来 二百来的字 哎 我跟您说这个 哪些骨头的这一点呢 也就一百多个字 但您琢磨 少物之 容易地活 办它一点少物质 动则和鞭挂 这都是一行头 平常在他们家 不要说夫权 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 以至于累得家里 上上下下就没有不怕的大奶 他兄弟杨万宗也怕 弟妹也怕 孩子也怕 他的小侄子 跟他这大娘 不敢对眼神 不敢说话 我们有一个前辈 叫德寿山 这是三弦叉曲的主持人 德先生唱叉曲 唱这个三弦 有两本牌子曲 就是马戒虎 他最喜欢那段 他唱的马戒虎 他没唱所有看的 马戒虎怕老婆怕的什么份 每天吃饭 饮食坐的 他站 你是吃什么 他得住什么 你是今天高兴 哎 外头好吃完 遗憾收的不多 吃吧 这是炸的 吃 吃多少得笨 你看 今儿我吃多了 把他都搭着了 哎 都吃了 奶菜 奶 奶 倒菜 吃的稍微急得点 你想 我不给你吃是怎么着 别吃了 吃半顿 这就算了 这孩子高兴的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他吃完了 剩的满多了 他胃口不好 剩的多 您看今儿我 我今儿不高兴 吃的少 你陪我饿一顿 哎呦 饿一顿 喝水 站住 汽好了水 钻了 得晾个分凉住点 不能拿嘴 拿嘴喝 嫌挺脏 拿手 接着杯子 哇 稍微有点烫 先在这儿吹 那么笨 今儿 七十七晚上 您您别着急 过来 这么喝口 喝两口 就天天这么伺候 还动革掩插 还打 最要面的这打股 是关起来打 人家说当面殉子 背后交替 教学儿子都当着人 孩子朋友越拦着越没完 这朋友叫您别打 得了 小孩一打二下 这不就是自己生自己养 所以他就没打算 不讨 我不管他那回 他还有下次 站好了 一巴掌 孩子 我爸您别打我了 要不你下回就别去 当着我这人干啥 完了完了 这孩子知道错了就得 当面殉子 背后交替 媳妇不能当着人面打 当着朋友越当着朋友 今儿不然我跟他没完 非离不成 离就离 什么你这哥们在这 让你这哥们说 你办这是什么事 啪啪啪一说 准男生 媳妇得背后 等朋友都找 你看今儿你当着朋友 说这话 老婆过也不去 这话本来讲得很了 不是你不懂 这事是这么这么的 媳妇得 劝他说 那么你自己的爱人丈夫 也得这样 尹师父 不管当着谁 有时候手底人在跟着 啪 就一嘴巴 啪就一脚 打着羊帆带羊子爷 连事都不敢吭 最难的板子上 还得给洗脚 手底也有丫鬟 洗不成 被羊带爷自己给洗 大概羊带爷会独疗 他洗得独疚 每天就把这洗脚水打好了 搁在这 斜袜子脱去 把大带的这浴毒 泡到这水里 拿手给洗干净 新毛巾 又白又厚 又暖了 他脚也上好了 哥的床子 出去倒洗脚水去 洗脚 今天就干这 其实这事 哥的今天 也不算了 您别忘了 我说的这是 明朝的书 这个 普松龙先生 写的都是明晚 他有时候写明记 就是明朝的晚年 有时候是青春 这两个时间段的居住 就是他从小生存 听到的 看到的 这个时间段的事情 那么那会儿人多封建 父权第一 女子讲的就三从四得 那你对丈夫 你给他洗脚 他还不乐意 还要有分妻四妻 你要算了七七七 然后说休就休 那会儿不叫离婚 都是一方面 什么叫休了 就是他可以再取 你就不能再嫁 那他要死了 你还得守着 守来不白守 给你还立即跟着牌子 然后大家都得告诉你 他和守的是榜样 都学他 那么你权是不平等的 那一直到后来 解放 我们推翻了合作大战 我们伟大的党 书里有说也得说点宣传方面 恐慌 怕寄藏之举 怕罗特会儿 甭管咱们得多打就打 多打就打 家里人没人管 那么你广是对杨万贤杨万中 和这弟媳妇儿孩子 手里的人也碰一点 这不算太可恶 隐是最可恶的 就是灭拜他的功夫 杨万贤的父亲 原文上提 杨处年六十余而观 一个鱼字塔 上面一闽墩 一树 这个两点 这个两点 观术 观寡孤独 年六十余 实在那年头本身是老人了 现在六十五给老人证 但是走的马路上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的 不在话下 北京同年要看五十几岁的老人有的是 那年头人和七十五来期六十多岁的人 就是老子不能再老的人了 他们家本来条件挺好 应该的老太爷 两个儿子 一个万贷 一个万中 都有功名 都有 钱养活的 他是一样天然的好日子 年六十余儿观 还没有亲人老伴也死了 那么 尹氏对的老公是什么 当奴隶一样的罪贷 对老公 也是非打即骂 不给好医生穿 不管饭吃 还得让老公干手 那么杨万旦在家里要有地位 你对我爸爸怎么这样 我就给他爸爸出了气 拔不上 就因为杨万旦怕 媳妇不敢说 他说的爸爸什么 他都听着都忍着 绑过来还拿下老头 一招搭 干嘛又招都不高兴 您说这 我咋挨得多委屈 一家人 在隐世的淫威之下 慈威之下 苟且偷生 那么原文上写 说杨氏弟兄嘛 这哥俩 常妾儿于翁 妾乃偷影 儿乃吃 与耳到耳 窃耳欲望 得背着 自己的老婆 偷一点吃 今天吃完饭 从厨房收 顺办了饼子 咸 就您 搭着牙底 您吃得好的 这有办了铁饼子 您吃了 谢谢谢 男的儿子 你一片小铁还小 不方便 不接着 为这饭的饼子 能把你腿打扯 我可不愿意 你找事 你没事 觉得没感觉 真睡不觉 您给我快吃快吃 哎 找盒吃 上有饭的饼子 您看得紧 没头出来 你说这叫什么日子 那么一个能怕 一个没有原因 他为什么就这么怕呢 这也有一点原因 就是 杨万代年四十而无子 他没有后 过去原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他没有后呢 他就得 娶小老婆 娶一个妾 妾王室 二十多岁 小媳妇 他年四十了 没孩子 这媳妇小媳妇二十多岁 这个汉妇的一般的 动火的地方 都是因为 自己的男人 又找小老婆 但那会儿的法律的制度 跟人情的道德准则 是允许男同志这样 他也不为过 这就是 杨万代怕的媳妇的根 就在这王室身上 那么把这王室取过来 怎么样呢 叫中日不知语语 连连说句话都不得 说话也糟 得对暗号几股眼 咱们起来两口的见面 咱们俩哑了都不咬了 这还不能让 尹氏看 两人要在院子里 但是背对了背 你走一过 就算没事 只要有挨肩碰背 或者说脸 第一个眼神 说句话要让尹氏看 这顿答案 可就不是动辄鞭挞之 那是真纵 当然我也不知道 那会儿你从这 孝顺自己的爱人 都有什么办法 过去我老听说 跪搓板 跪搓板 也不算什么男人 跪搓板就膝盖 那天我逗着玩 找我太子生气 我太子不让我跪搓板 让我跪键盘 多了拿膝盖打住 我爱你这三个 我哪走都不会 什么招啊 这是个笑话 那么您说说 他对他的老公也这样 对他的这个 丈夫的小妾 更是变本加厉 所以人家外人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不足 对外人到 那他爸爸在家里 穿成这样 瘦成这样 饿的 来人看门的 但是不接待 接待也行 坐一会儿就轰走 不能让他爸爸见客 人有上家来 说我看看 老婆不行 有病 老婆病 谁也没见过 杨文战的 大神 不敢提 那么两个这个秀派 才复考啊 到郡尊复考 住的客房里 从来的这些考试的秀派 大部分都住在这客房里 哥俩就发现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 有这么一个秀派 长得也漂亮 穿得也好 一看这个家庭环境 也挺富裕 两人呢 觉得这个小伙的面貌 面貌很善良 看出呢 也有一种如眷屁 这个书生可不错 哥俩呢 想跟这个年轻人 近乎近乎 这天呢 就问出来 说 仁修 仁修 您是到郡中 来会考吗 是是是 那您二位也是吧 对 那咱们就都是 年轻年底 哪里哪里 咱们以后还要 多心多志 没脸叫年兄名 贵姓高明 我叫 麻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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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郭说完丫头 然后我们的小吃力 两面 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大家就猜 今天 越郭 今儿要拍 什么新的故事 嗯 包括在内 都没猜着 今天听到了 才知道 说的是 马戒斧 但是 据说 网上有一位网友 嗯 我们小吃力 两眼的帖子 发上去以后 跟了一百多帖 猜什么故事都有 据说 只有一位网友 猜中 就是马戒斧 今天还真说了 马戒斧 所以呢 我们那个 小吃力 两眼 嗯 网名叫 清平客 嗯 有言在间 猜中 可有想 请这位猜中的网友呢 下来以后啊 去找我们的小吃力 两眼 领一本 马威术先生 新出的这本 说预计 亲笔签名 作为奖励 好 来 谢谢